1977年3月份的日本的汽车杂志 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这期视频啊 我相信是国内的视频平台的 第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 绝对是让你有所收获的 这个视频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上一个 昨天我上传视频的一个结局内容 大家先看一下 这家用汽车 哎呦 1977年11月份的杂志 1977年12月 1978年4月 1977年3月 刚才大家看到了 那个就是我昨天去扔这个报纸和书籍类的时候的一个垃圾回收站 因为日本的垃圾它是分类进行回收的 我就看到了日本70年代的汽车杂志 然后回来以后啊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就想着还是把这个书给它拿回来吧 因为那个年代我还没有出生 1977年咱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才刚刚结束 那会咱们的中国是没有任何的汽车杂志的 包括九几年的时候 汽车杂志也基本上是没有的 好吧 但是同时那个时候呢 日本的话呢 呃 他们在战败以后啊就把这个工业科技和这个民生啊 这三个作为了他们的立国之本 并且呢就是在科技和工业方面啊 他们算是卯足了劲儿啊 培养了一波又一波的科学家啊 才有了他们的今天 甚至于那个时候差点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这个GDP的产值啊 所以那个年代呢 日本的工业确实呃非常的厉害 然后呢 我就把这四本书给它拿回来了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这个70年代的汽车杂志啊 不用说是咱们中国的那一代的人了 就包括像那日本现在的跟我这么大的人啊 就是30多岁的人 包括20多岁的人 喜欢汽车的 他可能都没有见过他们本国70年代的汽车杂志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那个时候的日本他们的一个工业情况吧 因为整个国家的一个工业发展的一个基础指标的话 就是呃 汽车的一个呃 人均率 因为日本是在70年代中期的时候 就实现了一家一台车 然后现在的话呢 日本的汽车是1.5人一台 相当于就是 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两台车啊 他基本上已经百分之百的普及了 并且呢 就日本现在的话 他们买汽车的概念就跟咱们去 超市买这个日常用品一样啊 他们已经过了那个冲动消费的 对于汽车冲动消费的时代了 他们现在买车的话 就是更多的就是买那种MPV车型 就是保姆车啊 已经不追求什么太多的性能啊 我怎么样 因为你给太多的性能也是 没有太大意义的 是吧 他们现在买车呢 就不一样 但是那个年代 七八十年代 包括九十年代的时候 日本是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高性能车的 我相信这几本书里面应该也是有 然后这几本书是 1977年3月份 11月份 12月份和1978年4月份的汽车杂志 给大家先看一本 77年3月份的吧 1977年3月份的日本的汽车杂志 首先第一个 你看这个厚度你就能看出来 我天啊 比我们高中的任何一本课本都要厚 而且它是月刊哦 你就知道就当年的日本汽车有多么的疯狂 是吧 侵占了全球基本上 90%的国家的市场份额 日本汽车在这些所有的国家里面 基本上都占了一席之地 那会儿中国是没有改革开放嘛 改革开放以后的话 中国也是大规模的开始合资 日本汽车呢 也踏入了咱们中国的市场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话 日本汽车已经就已经奔向全球了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厚度啊 真的太夸张了 现在的汽车杂志 我估计能有这一半厚 那就算不错了 是吧 这个这个 它的信息量真的太大了 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封面啊 它是一个彩色封面的 然后排版布局 都跟咱们现在的杂志一样的 上面是大标题 然后一个醒目的 一个厂家赞助的一个画面 好吧 然后我们打把它打开 这是里面的部分 我给大家挑选一些 有意思的彩画吧 因为可能这个文字的部分呢 大家不会日语 可能看的不太懂啊 好 这个是1977年的 马自达汽车的广告 看到了吗 这个时候就是双门的跑车 然后是溜背的造型 是先背车 这个车的名字叫 RE13B 它有两种车型 一种是两门的跑车的版本 还有一个是四门的轿车的版本 这个是Sports车型 还有一个Sinda车型 发动机是六缸的 1.8排量的车型 然后这一页 看到了吗 这个是National 这个是松下以前的标 叫朗达 他们家的汽车的蓄电池 广告 这个是马自达 然后以前最早的海南马自达 是有这个车型的 这个叫福美来 大家应该知道吧 马自达的福美来 是非常早的一个车型了 但是国内引进的话 也是他们90年代的版本了 这个是70年代的 看这个福美来的话 就是一个标准的 像高尔夫一样的车型啊 也是马自达在市场上 走量的一个车 在当年 然后这个呢 是日本的普利斯通 普利斯通是一个 比较出名的一个轮胎厂 和一个汽车零配件的制造商 这个是他们轮毂的广告 所以说日本的汽车文化 它发展的不只是单车啊 就那会儿的一个汽车 外观方面的一个改造 就已经开始了 就大家有钱的话 就可以给它换轮毂 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轮毂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有这种锻造轮毂 这个就是刚才看的 那个福美来的车的 内页广告 和它的一些评测的文章 就一些专业的评测人 评测的 哇 这些东西 真的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而且我完全没有经历过 那个年代 我是80年代的人 出生的 这个七几年的东西 真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车呀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丰田的车型 Loneloo 1977年1月6号发布的一个车 这个车主打的是一个舒适高端 看到吧 座椅都是双层的 带这种像沙发一样的座椅 这个是丰田的 而且你看那个年代的日本的汽车 就没有外国车 全是他们本国的 像这个车型的话是 2.0排量的 压缩比是8.3 最高马力是140匹马力 然后这个呢 大家知道吧 Skyline 这个是日产的 那个叫什么 轩逸 轩逸 但是跟国内的轩逸不一样啊 日本版的轩逸的话 还是他的一个性能车 不是国内的那个轩逸 可以看到真的挺漂亮的 轩逸的2000GT车型 2000GT 还有当年的一些腰线的设计 确实挺棒的 这个看到是什么了吗 这个是丰田卡罗拉 丰田的卡罗拉 77年的版本 那个年代他们的书都是彩页的 这些印刷质量真的太棒了 其实真的还是看到了不少的一个差距啊 看到这些差距的时候 还是挺感叹的 其实我也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 我也觉得 哎呀 后机而搏发呀 真的还是需要多努力啊 这个是卡罗拉30 这个车型 看到了吗 那会儿就带了这个真皮座椅 多功能方向盘 多位仪表盘 这个车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是日产的Sony阳光 现在的阳光的话 已经变成了那种接近于K卡的车型了啊 但是当年的阳光的话 日产阳光是一个标准的 两门楔形的 仙辈的运动轿车 而且是一个高性能车 太棒了 这些东西看着 好 这个车 大家应该知道吧 卡润 丰田皇冠 丰田皇冠 这也是70年代的版本 它的型号叫HT2000GT 这个就是一个 轩逸 Skyline的一个 两门跑车版的一个造型 刚才看的那个是四门的 轩逸 这个是两门的轩逸 看得出来当年那个年代的日本车都是一个大先辈的造型 而且日本那个年代的车也发现了两门的高性能车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那个年代的他们的人的收入还是蛮高的 现在在咱们中国买两门跑车的人是比较少的 大多数一个家庭一台车还是买一个四门的经济型排量的轿车 但是你看日本的杂志 他们介绍的车全是很多都是两门轿跑 看出来那个年代 而且再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粉丝里边有一个人他现在已经六十来岁了 他当年在七十年代就在日本打工 他给我私信就跟我说 在那个时候他在大阪一个月打工挣的钱 七十年代 就当咱们中国大概四年的收入 一个月 那我那个年代我确实我没有经历过 我听他跟我说这些东西 我也没有什么共鸣 只能跟他聊一聊 他现在应该年龄也挺大的 应该是个老先生了 现在他当年就在日本打工 是一个咱们国家的东北那边的 然后这个呢是日产的Bluebird的蓝鸟 哎呀又是一个两门车 哇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怎么全做两门 哦看到了 他这看到了没有大家 他有他这个蓝鸟有三款车型 这个是四门版的 就针对于家教 就是家庭市场的 两门版的是对于性能市场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高级版本的 叫叫G61L车型 这个就是他的高端车型 就是他一个车系的话 一个四门的 一个是两门的 还有一个是四门的旗舰 啊市场细分啊 就那个年代他们的细分市场 然后这个车是什么车型 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 大家知道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这个应该也是 我看一下啊 哦 这个是卡罗拉平台 这个是丰田卡罗拉的那个两门的跑车版本 他的名字叫 Sprinter Sprinter 啊 就是卡罗拉的GS的性能版 真的太太太屌了 我觉得 这个车大家耳熟能详是吧 本田的Civic 思域 1977年的思域 也是有三款车型 有两门的和四门的版本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汽车悬挂的一个广告 应该是一个悬挂的供应商 我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外国车 没看到有外国车 全是他们本国车 再给大家翻翻彩艺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 那会儿的美国或者欧洲车的广告 没有 再看看这本吧 77年12月份的 这个封面的这个车 大家能看出来什么车吗 这个商标 是一个缺了一个行动 缺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正方形 这个是三菱 三菱最早最早的商标 然后这个车 大家看过吗 马自达的高端车型 叫LUCE 这个时候我在二手车市场 我是见到过的 马自达的高端车 当年想去欧美市场 去针对林肯 和针对就是凯迪拉克 那个级别的一个 推出的一个车型 出口北美的 但是好像后面 这个事好像没干太成 但是雷克萨斯成功了 欧哥成功了 然后英菲尼迪成功了 但是马自达的高端车 在北美没有做成功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三菱 看到商标了吗 缺了一个三角形的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的原子能的研发中心里边 都还有好多是三菱的设备 然后用的也是这个商标 就是很早以前的一些老的一些仪器 一些计量的一些东西 都是这个商标的 这个就当年三菱的轿车 这个是三菱的GT车型 一般GT车型的话 就是两门的 看到了吧 两门 这个车叫Silent 就是抉择选择 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是三菱在1987年 要推出的一个新的车型 在当时还没上市 这是一个广告 然后这块是三菱的一个 那种叫什么 Worgan Worgan叫什么 Worgan应该叫旅行车 旅行车 旅行版本的 三菱的 太牛了 这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 那个马自达 进军 北美和欧洲市场的高端的车型 它的大灯 是双层的那种灯 就很有那种美式皮卡的感觉 这个就是 这个车亮灯以后的样子 这个内饰在那个年代来说 应该是非常好的了 里面全都是白色的那种真皮 那个年代 他们介绍汽车的参数 看到了吗 这个是雅阁 Aquad 雅阁 它的一个动力参数 行走曲线参数 挺专业的 这个是 Honda 本田 本田私域的广告 Compacto 这个是大发 看到了吗 世界最早的 四缸 1.0发动机 全球第一台四缸的1.0发动机 就是来自于大发 这个是 大发的 商标 车的内饰 这本书的彩页 看得差不多了 真的没有外国车 德国车也没有 全是日本车 其实日本人他们不是不买外国车 我在日本见了很多的外国车 但是在日本见到的外国车都是性能车 像雷诺的梅干纳 阿尔法罗密欧 宝马的那个M系的车型比较多 然后还有宝马的那个2系 是1系还是2系 就那个敞篷的那个车 挺多的 然后法系车挺多的 就是标志和雪铁龙 因为日本人一直有这个巴黎情节 因为他们 就是他们骨子里面的感觉 他们是脱亚入欧的国家 就是他们很喜欢这种 西方的一些文化 比如香水 西餐 包括他们的一个服装 各方面都比较讲究 你看日本人穿西装 面试也要穿西装 他们对这块还是比较讲究的 所以说他们一直有一个巴黎情节 日本人很喜欢法系车 但是这边的雪铁龙和标志 跟国内的不一样 就包括那个最新的那个508 他们这边也是那个没有车 没有门框的那个版本的 挺漂亮的 然后雪铁龙的车也很漂亮 日本的 就是都是法国 欧洲那边的原装进口的版本 这个是丰田 丰田的广告 这个它没有任何一个车的广告 它就是一个发动机的广告 丰田的广告写的是 53年的发动机 就是说它做发动机已经做了53年了 是有足够的技术来吸引消费者的 1977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做了53年的发动机了 意思是它从1924年 丰田就开始做汽车发动机了 做了53年 这个也是三菱的 这个是轮毂 轮毂的广告 那个年代的汽车尾灯 旁边是 1970年东京的高楼大厦 然后这个是GTV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丰田的卡罗拉的性能版 2000形的车型 好吧 反正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吧 这四本书呢 它保护的挺好的 挺新的 就是侧边看已经有点发黄了 这四本书我准备花时间好好看一下 因为它里面剩余的部分 大家可能就看不了太多了 就全都是文字的部分 介绍的比较多了 讲了很多汽车悬挂 最新的悬挂 最新的轮胎 还有很多汽车的一些什么迷路测试 路式测试 这些东西 所以我下来我也好好看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书籍这个东西 承载的就是知识的一个 当年的一些东西吧 一些知识嘛 那永远不会有过时的 因为每个时代不同 然后呢 今天呢 也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准备要买的一个车 大家知道我现在没有买车 马上我也是在等两款车型 一款是这个 这个车呢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刚刚出的时候 它就是采用了对开门的设计 我就在想 马自达用对开门 是不是代表着 转子引擎也快回归了呢 我当时还这么想啊 结果过了三个月以后 它在去年的四月份还是五月份就宣布了 这款车将会搭载 转子发动机重新回归市场 但是呢 转子发动机不作为直接的驱动力 而是作为增程式混合动力车的增程发动机来作为一个使用 这样的话呢 就正好可以规避掉这个转子发动机的一些问题 因为它是恒定转速嘛 这是一个 因为马自达在出了最后两款转子车型以后啊 一个是RX7就是性能车嘛 还有一个是RX8 是民用版的相对廉价的转子 这两款车出了以后呢 马自达就宣布了以后不再推出 转子发动机的车型了 这个应该是20年 有20年了吧 10好几年 20年了 但是经过这十几年的一些沉淀啊 包括现在 新型的这种混动和这种电驱车的一个发展啊 加上它这十几年的一个打磨吧 因为马自达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品牌 我很喜欢 我就想自己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觉得特别棒 这可能是一个理工男 每个理工男可能都会有这个想法 是吧 对机械的东西是挺着迷的 随着这个汽车的这个变革啊 这回的这个转子引擎呢 就要回归 所以我也想这就是说 它如果在今年吧 这个转子的这个MX30的车 如果出了以后的话呢 我就准备入手这款车了 因为现在这款车的话 只有2.0的那个Skytip的 那个创持蓝天的引擎 加上了一个轻混 意义不太大啊 因为马自达的燃油车的话 最好的还是柴油 你像马自达6 还有马自达3 它的这个1.8升和这个2.2T的 这个柴油创持蓝天引擎的话 是非常牛的 那个2.0和2.5的那个汽油的那个创持蓝天发动机 真的是弱的像狗屎一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买来 然后第二个车型呢 就是这个日产的这个Z Z的话呢 是一个高性能车 排量是一个大排量车 但我估计可能这是日产最后一次 发布JDM的车型了 因为以后的话肯定都会采用电动了 日产的话 它是在日本是走在电能这条路上的 丰田是走轻能嘛 日产是走电能 所以这回这个Z系列的这个最新的车型啊 应该也是日产能买到的最后一代的这个JDM了 就叫高性能车 就叫JDM 日本高性能车 所以这款车 我也是在我的备选范围之内 我就准备买这两个车型中的任何任意一款 因为这个Z系列的这个车 在日本的价格不会太贵的 也就是30万的一个这个价格区间啊 3.5的这个发动机排量 两门的这个设计 这个呢就可能就说 家里小孩可能用起来稍微麻烦一些 然后马自达那个呢是对开门 很另类 二一个呢 有这个转子引擎在这个车上 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这个 吸引点的 所以这两款车就等着今年出了以后看看吧 因为这两款车 日产的那个Z的话 它在去年就已经确定了 是今年要出 日本的话应该是今年的下旬会出来 然后那个马自达搭载这个转子引擎的 MX30的话 应该也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所以说我可能还得再等个半年的时间吧 到处就准备把车买了 因为我对纯电呢 日本这个地方天气比较冷啊 所以说纯电的话呢 这个电池的这个冬天的这个消耗是比较严重的 第二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在日本的话就没有必要买纯电了 就肯定买轻能源了 如果选择新能源车 在日本的话就没有必要买电车 就买这个这个轻能源 因为日本在未来四五年吧 轻能源肯定会普及的 那海外市场说不好 海外市场真的现在说不清楚 但是在日本 未来四五年绝对能完全普及 就照它现在的速度的话 那肯定会的 所以说我买电车意义对我来说就不是特别大 如果在日本用的话 如果在国内买我肯定会买特斯拉 好吧 那个这个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 汽车的一个视频 然后视频的最后 我放上两款车的一个那个官方的宣传片吧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了解 看个乐呵 好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